这次看到有同事出了一些政府内部的文件 就是想找一些退休的同事帮忙做义工 虽然我们退休了 但是只要身体状况是良好的话 我们还是有心有力可以去做一些贡献 我们会去帮忙去买东西 每天都会去超级市场或者其他店铺 去帮他们找他想要的东西 我们也没有特权的 市面上短缺的东西 我们也是要跟其他市民一起去争 消毒有关的东西 譬如漂白水、消毒剂、口罩 那些是会比较困难去买的 超市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场了 在这里排队 退休了之后都要有一些群组 在群组里都看到一些平均 大家都说现在有个义工 想找一些旧同事帮忙 需要买一些用品和食品 例如蔬菜、水果、纸巾都买 还有一些面 这些疫情都会少出街 都会体谅到他们旁边都会有苦门 我们希望可以买到东西 令他们快乐点得到 这样帮助到 令他们感觉到我们的热成 另外自己也会有一种 为疫情做点事、做点力 自己也会更开心 陈小姐 你好 早晨 工作有两个部份 第一个部份就是 联络受检疫的人士 希望他们可以透过手机 或者移动装置 可以分享实时位置 我们会为那位受检疫的人士 安排视像的会议 或者一个视像的通话 让我们可以确认到 受检疫的人士 确切在他们家里面 受检疫的人士大部份都很合作 很快都可以被我们检查到 有个别案例就是 他过关的时候 他能复杂到QR Code 但原来他回到家 尤其是老人家 他们回到家 原来是用不了数据的 变成了用不了微信 或者用不了WhatsApp 变成了就不能跟我们沟通 这些我们召呼 原来了解了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会交给 我们帮助那些特别案例的同事 去处理 作为公务员团队的分子 我们是可以尽一分力 帮助到香港大众市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